随时随地太兴趣 随地的奇妙旅行 嗨 大家好 我是凯莉 今天凯莉又给大家带来了新玩具哦 就是这几个啦 这个是豆乐疯狂纸玩具 这个是豆咪疯狂纸玩具 这个呀是豆乐猪猪贴纸玩具 这几个呀都是DIY一只手工玩具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玩这几个玩具吧 好了 凯莉已经把玩具都插开了 让我们一起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吧 啊 这个是贴纸 你们看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贴纸呢 这个是卡纸 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哦 这个是三张不同的场景图 这里还有两个小的零件装饰 那么这边就是压花器了 这里有两个小的 一个上面是天使 一个是枫叶 这个是豆咪压花器 这里呀有一个豆咪的图案 这个是豆乐压花器 这里有一个豆乐的图案哦 那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些压花器是怎么用的吗 嘿嘿 让凯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怎么玩的吧 我们拿豆乐的压花器 然后呢 拿一张黄色的卡纸 就像这样 放进压花器的这个口子里 接着我们用力的按下去 啊 压好之后呢 把纸拿出来 朋友们 你们看 我们豆乐的形状就出来了 但是啊 只有一个形状感觉光秃秃的 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这些贴纸啊 来装饰豆乐啦 这个呀 可是需要开动小脑筋的哦 那么今天呢 大家就跟着凯莉一起来贴吧 然后呢 染君子 让你关键 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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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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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遥远的山谷里 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农场 农场里有一栋咖啡色屋顶的漂亮房子 房子里住着小猪一家 有猪爸爸猪爸爸猪妈妈猪大哥猪小弟还有猪小妹猪爸爸每天都会照顾农场里的小猪和它们一起玩耍也总是弄到一身的你猪妈妈呢每天都会照顾农场里的小鸡妈妈和小鸡宝宝 为他们吃很多好吃的 而我们的猪大哥呢爸爸妈妈让他负责最重要的农田 农田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你们看有萝卜还有大南瓜 可是我们的猪大哥总是很晚睡觉 所以每天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凯莉可真是担心他到底能不能照顾好蔬菜地呢 然后就是我们的猪小弟了 猪小弟呢他负责的是果园 果园里有很多果蔬 猪小弟有一个好伙伴就是他的梯子 每天他都会用梯子爬到树上摘果子给家里人吃 还有我们的猪小妹 猪小妹呀可喜欢做蛋糕了 她的愿望就是长大以后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 每天啊都做很多很多好吃的给大家吃 我们的小猪一家呀就这样每天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叮咪咪咪哦是谁来了哦原来啊是邮差叔叔来了 他来给小猪家送信来了 这一定是小猪家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信件吧 啊小猪家的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些压花器 把豆乐和豆咪的两个场景图也完成吧 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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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两个场景图就完成了 这个是豆乐的场景图 这个是豆咪的场景图 那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试着把这些贴纸画的故事 说给爸爸妈妈 还有你们的好朋友听哦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好了 今天的玩具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大家要记得 点赞 订阅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